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2月24日 今天读报.0节目 我想现在谈谈李克强的大秘养 杨靖的这个情况 这个中国官媒报道 杨靖这个案子已经现在非常清晰 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流传 杨靖受到这个中纪委的调查 并不是空穴来说 也不是海外一些言论人士编造 而是的确杨靖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查 最后安全着陆了 那么今天官媒说的 杨靖说是经过一段组织帮门审查 发现他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连接纪律这些问题 那么也谈到了他长期和这些 不法企业主 不法社会人员不当交往 这个为对方利用其职务影响 实质违法行为 谋取巨额私利提供便利条件 还说呢 他的亲属啊 那么收收了对方的财务 那么这里有两个词非常关键啊 一个是不法企业主 那肯定是私营啊 民营企老板 一定是知名度非常高啊 这个声音搜的很大的老板 因为杨靖是李克强的大秘啊 这么高层次的交往这些老板 不可能是小老板 那不法企业主呢 外界传说呢 是消解化的 我相信啊 这恐怕也比较靠谱 还有一个词呢 就不法社会人员 可能这些就是指这些 这个除了这些企业老板之外 我估计可能和 过去在内蒙古工作的30年啊 可能在基层的时候 和社会上这些杂七杂八的人员啊 有一些可能也是社会人员啊 就说不定吧 都有一些 这个权钱交易啊 那么这里面有提到 他这个权色交易啊 我估计也不可能没有 那么呢 其中还谈到他的亲属啊 不应该是他的太太或者孩子 也利用他这个权力啊 不许私利 那么也就是说呢 杨靖和其他中共这个官员一样啊 在这个腐败问题上 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 这些的用词啊 这里面的用词呢 讲到他是违法行为 但是呢 非常奇怪啊 最后呢 在处理他问题上 却讲到什么杨靖能够认错 悔错 不是认罪悔罪啊 这是因为对杨靖的处理啊 没有现实原则啊 而是 把他这个高高居起 轻轻放下 也就是说 没有一交四方 尽管他违法 但是网开一灭 那么最后他这处理呢 是降之处分了 降到正部级啊 级别冷然很高啊 提前退休了 估计啊 留党查看一年 行政撤退了 也就是说到现在已经不是国务院这个 这个秘书长了啊 那么 这些职务都已经 没有了 但是呢 冷然是孙共一个高官啊 这个有关的物质待遇 冷然很高啊 那么当然 这个这件事情 给我们的感觉 也就算有一个 官方的啊 正式的 令人信服的这么一个了解 一方面证明 他的确是 有腐败问题 另一方面呢 这个 他是有惊无险啊 非常幸运 这个没有 去坐牢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 那么杨靖啊 这个 有违法行为 而且这个违法行为当中提到他 牧取巨额私利啊 也就是这个钱财 不是一千万两千万的问题啊 很可能这个额度相当大了 那么 为什么 这个义习近平被出导的啊 那么具体是 赵乐际 主管的总纪委 网开一面啊 对杨靖为什么这样的宽容啊 我想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呢 这个不可回避啊 每个人都会想到就是说 他和李克强 李克强这个特殊关系 我们知道杨靖呢 在内蒙古啊 工作了这个三十年啊 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 涉足于共群团啊 是个典型的团派啊 就一级一级上来 据说和令计划呀 等这些团派人物交往非常运气 那么他这次遭到总纪委的调查 一个原因是他本身的确是有问题 就像中共其他高官一样啊 有制度性的腐败 人人几乎都有问题 不过是随大随小 查和不查的问题 一方面有腐败 另一方面呢 战队的问题 因为他属于 这个习近平所 不喜欢的啊 就团派这个里边的大员 那么 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啊 既然是对立派 又有问题 为什么抓住 这个不放了一段时间啊 把证据都擦清之后 却没有 这个对他进行 行事的这个移交的处理 我想这可能 刚才讲到了 就是完问题 他这靠山啊 其实李克强 这个地位啊 就冷然啊 在中共这个 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当中啊 站到 站定 占有一定的 这样的位置啊 那么李克强 不可能啊 不对自己这个 大面的处理 发明了意见 也不可能不去协调 那么习近平 之所以啊 就是 看这个 李克强的面子 放这个 杨静一马 我估计和 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 有关系啊 因为现在习近平 自从 19代以来啊 这个 通过这政治局 当中25个委员当中啊 这个 掌控了大部分人的 这种啊 这个 对自己的 这个承认啊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班子啊 基本上可以讲是姓习 习和习 那么李克强 这个角色 进行了 非常大的一种改变的 也就过去 所谓这个 这个中共领导核心 南院北院 那么现在是 还是总书记啊 掌控全部的权力 那么国务院的总理啊 这个权力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那么李克强 这个在这方面呢 这个给我们外界的感觉啊 这个前一段时间 好像李克强 还是比较 在对李克强 对习近平啊 在十九大之前 好像有一段时间 还比较 这个强硬啊 比较抗衡 后来 基本上就归顺了 这个习近平 或者坦率地讲啊 向习近平这个举手投降啊 让出自己这个 很多权力啊 这个特别是 管理经济的大权啊 也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 习近平用这个刘鹤啊 这个在实际上 就已经取代了 这个李克强的名字 特别我们通过官媒啊 这个人民日报 曾经发表文章 谈到啊 这个权威人士的观点 那指的就是刘鹤 以及刘鹤 支持他背后的 这个习近平 那么现在网上啊 都有创的啊 说是两回期间 有可能就是刘鹤 将取代李克强了 这个担任国务院总理 现在很难说啊 因为中共这个事实 任职任命 这个信息封闭都很严啊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通过 这个对杨静的查处啊 进一步制服了这个李克强 因为你的大命有问题啊 李克强 即使自己没有收受他的贵路 但是至少承担一份领导责任啊 这就像令计划夸台啊 被送到监狱 那么胡锦涛 也不好也只有乖乖的就是顺从啊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显得非常尴尬啊 这情况都有点这个类似 也就是说呢 通过习近平通过查处杨静 这个进一步啊 这个制约了啊 这个牵制了这个李克强 那李克强 因为有可能通过这个 这个自己的大命啊 杨静降职 而不是移交司法 作为交换条件 那么自己主动的啊 让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啊 给刘鹤 那么自己去担任 这个另一些职务 比如说人大委员的委员会委员长啊 这方面 现在还有待观察啊 就不好分析啊 这是我这个下议论啊 我这么猜测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自问政治局 开始自问会议啊 公布呢 这个26号 28号 要举办 19月三中全会 这个三中全会 提前召开 有点诡异啊 过去历史上 这个没有这样 一般都在6月份啊 这次匆匆忙忙的 提前召开 与此同时 在这个世纪 又公布了 阳静的这个 这个查处结果啊 我想可能都和这次会议啊 有关系 因为 即使掌控了这些 这个中共的高官的腐败问题啊 这个 但是由于中共现在本身 有一些这个处理人事的程序啊 是任何人很难改变的 比如说 这个对这个 郑出席的干嘛 如果要移交司法的话 交给法院判刑 必须的经过 省委常委会 集体讨论通过啊 那么这方面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当年 波西来曾经下令啊 抓捕了 大列市总工会主席啊 这个市民常委 高资以前的秘书 也就是这个张小斌啊 这个 那么张小斌 本身当时担任大列市 终极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那么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副局机干 那么 据说像这些机业的战口啊 要想 这个移交司法 都要走程序啊 那么有没有可能 类似这个情况 就杨静的事情 原本习近平也想 这个按照法律程序 证速他 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 经过这个 政治局有关方面 被讨论了 恐怕是不是也没有通过 这也很难说 给我们的感觉啊 这次这个 中央政局啊 突然开会啊 这个 把这个时间表公布 那么 当然了 这个26号28号 开这个 三中全会 主要的议题还是 这个三月份啊 这个 两会 政协 人大 这个任命啊 人事任命 就可能进一步修改 宪法呀 还有这些 这个 国家军产委体制改革啊 国务院呢 可能 经检机构等 可能还有些 其他的问题 要讨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 这个 这个也有种可能 可能是不是也就 也研究了啊 关于这个 杨静的事情 这种研究之后 肯定要 拘束表决通过 因为他这个层次太高啊 不要看 这个杨静担任 这个职务啊 这个职务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和国务院总理的关系 非同一般 那么这个 之前就对于 这个李克强来讲 也是一个 脸面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这个习近平还是给 李克强面子啊 最后 达成这么妥协方案 也就是说 已经查处了 这个杨静 存在的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 巨额的贿赂问题 家属啊 参与生意的问题 等等啊 但是 这个习近平 这个赫李克强 还是达成了最后一种妥协啊 那么最后 把他的秘书啊 这个算是 降值出份 那么降这个值 最后我刚才讲到了吗 也不低吗 也可以啊 我们就 像开一句玩笑讲的 回家也就是包饺子吧 这个不坐牢 而且能保留以前啊 这个贪腐 这些钱财 这个 这个后半生 不是后半生了啊 这残生啊 余生 这个世界这些钱财也够了啊 所以说也是 万幸啊 通过这个事情 也体现出了 中共这种反腐贝啊 完全具有一种选择性啊 并不是 完全是公正的 有的时候 有的人 这个贪腐的金额并不多 但看得非常重啊 那么有些人 贪腐的金额巨大啊 但是反倒 这个 网开一命啊 那么这一次 这个李克强的大秘也扬进 那么这个 就这种情况啊 或许这件事情 也多少反应了啊 就是 尽管习近平的权力 非常大啊 这个 把自己这个 名字 写进了这个 这个宪法 写进了党战啊 这个 但是呢 你毕竟啊 还是要给这个 这个团派面子 因为团派现在 这个 大佬啊 主要的这个 头领啊 这个胡锦涛 这个身体还可以 本身呢 这个 虽然他的一些 重要的底细啊 纷纷的落马 或者边缘化 那么但是 还有啊 几个大员啊 也是非常写和一下 胡春华 冷然 孟茜 这个 还要再累 也许呢 在两会期间 也会安排一个 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的这样一个位置啊 那么 李克强 当然也是个 团派的大员了 那么 也多少 就团派在这个 中共这个权力 格局当中啊 这个冷然占有一定的 一席子力啊 这个 毛泽东生前 不曾经讲过的嘛 党内有党 党外有 党内有派啊 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啊 千七百怪 就是说 这个 即使啊 习近平再强势 把所有这些派系啊 都给他打掉 自己独大 但是在你信任 这个 这群体当中啊 冷然会形成新的派遇 因为这样一个 拥有八千万 大员 这样大党啊 历史又悠久 掌控着中国如此自大 的权力啊 国家的情况又 非常的复杂 这个肯定是 即使是旧的派系 消失了 那么新的派系 也会产生啊 所以说 这次杨静这个事情 这个给我们感觉啊 非常的这个诡异啊 也非常的这个无奈啊 通过这个事情 可以看出 要想在中共这个 体制范围里啊 彻底的 就是说 搞联正建设 恐怕是一厢情愿啊 那么正因为 杨静这个事情 非常的这个 诡异和复杂 海内外 很多人啊 这个一些高人啊 都不断地关注 进行的一些 这个评论啊 我记得这方面 我曾经也发过 发表过 一两个视频啊 当时讲的什么内容 记不清了 大概 这个好像还是比较靠谱啊 通过现在 这个官方的报道 我们已经 可以看出了 64岁 这个杨静啊 也是一个资深的官员啊 过去也是 靠山很硬 自己也很努力 那么呢 这个由于体制里面 也没有避免 就腐败这问题啊 那么 当然有一段时间 这个网上盛传 他被抓捕啊 甚至被这个 这个潜汇 潜汇到了啊 这个潜送回去了 回到这个内蒙古 这个等等啊 还有很多的情景 香港的港 也做了很多的报道啊 那么后来杨静呢 这个也是 多次的这个露面啊 人们都在回忆他 就是哪一次露面 哪次没露面啊 那么 特别是 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 12月3号啊 是东北工学院的院长 就陆中古的 这个去世了 因为一体告别一事 名单当中有杨静 这个后来呢 12月15号的时候啊 就林郑月娥到北京树职 李克强接见啊 那么杨静也在做 那么后来呢 还有这些 行政学院开会啊 因为杨静是院长嘛 所以也到会讲话 这是去年啊 那么18年1月16日啊 这个习近平搞的一带一路啊 这个上边很重视啊 国务院也搞了会议 那么副总理啊 这个张高丽主持 那么这时候 作为这个三个副组长之一的杨静 当时也在位啊 那么此外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也就这些活动是海外的啊 演必要读的这些观察家们 看到了啊 杨静就好像这个事情 还有辉旋的余地啊 那么现在这次 这个中央政局开会这一天啊 那么这是宣布了啊 这样一个结果 也就削足落地啊 那么但是呢 下一个宣定可能有什么呢 就是杨静有了结论 但是李克强 这个怎么办 也就是李克强 这个马上要召开两位啊 这个有没有可能 李克强就是 急流勇退啊 主动的把这个自己 这个位置啊 让给了这个 非常非常 目前啊 可以讲是 这个 比较着急啊 正在等待接位接位的啊 这个 这个著名的啊 一个学者 也是一个 这样一个非常 习近平非常幸运的一个嫡系啊 就是这个刘鹤 我们日流 知道刘鹤啊 这个 已经在国际一些重要场合 这个露面 做了一些演讲啊 这个而且呢 这个最近听说 还要受这个习近平的委托 要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啊 要带这个一般人 自己 这个 这个叫信任的啊 主掌中国 经济大权的啊 那个小团队 要到美国去和这个川普啊 这个研究中美的贸易啊 这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啊 既然就是李克强 这个 就权力空间啊 变得越来越小 这个总理的位置啊 有名无实啊 这个而且再继续 做下去啊 恐怕也不会发挥什么作用 那么特别是 李克强经过这几年 这个任国院总理期间啊 给我们展示 他的这个思想性格 和他的工作能力啊 我觉得 的确有些欠缺 那么当然 习近平过于强势啊 把他给挤压的啊 这个难以发挥 他全部的作用 这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还是因为 我认为 他有两个致命的这样的弱点 一个是 李克强的身体状况比较糟糕啊 这个 比较弱势啊 而且坦率的讲 比较胆小 你像这个天津大爆炸啊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按道理讲 郭文言总理应该是 第一时间赶往 前线啊 这个勇敢的 去这个善后 去处理这些事情 当时那个事迹非常好啊 李克强应该 表现出的这种 这次 无谓的精神啊 要仿照当年 温家宝在这个 温川地震当中啊 第一时间赶往啊 最危险的地方 和老百姓在一起啊 这个虽然温家宝的家族的覆盖问题啊 网上传闻也很多啊 这个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但是毕竟他在这个地震 这些突发事件当中的表现啊 那都有电视录像 不是围造的 也不是别人虚夸的 确实留下了 这个给人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是一个不怕死的老人啊 但是李克强相比较 就是非常胆小了 那么当时天宁大爆炸 如此之大的一届的突发事件 仅仅是派了国务院副总理刘燕东啊 一个女刘啊 我记得当时我发表的文章 很生气啊 我说应该是保护妇女儿童啊 这时候把一个女刘推到这个地理线上去 这个李克强的地理线是失职的 那当然有人说了 那习近平为什么不去 那么习近平他主要是管党务的啊 他这个考察他还是有分工的 一般来讲像这种情况啊 这个自然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啊 这个都是国务院的总理 应该是第一事件 然后总数据随之赶到啊 你想上次文算第一人 不就是这个温家宝 这个力排纵意啊 当时这个国务院 这个据说军事委员会啊 国家军委副主席这些人 许才厚啊 郭伯雄还在这个牵制啊 这个温家宝啊 要听江泽民的指挥 他在温家宝啊 那后来他去了之后呢 呃 胡锦涛也赶到啊 在机场 我看到个电视画面 这个温家宝对胡锦涛说啊 我要向你汇报一下工作啊 就是这个灾区的情况 你可以看出啊 他们两个人当时团结 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那个危机的关头啊 两个人站在一起 共同抗衡啊 江泽民遥控的 这些居民这些大佬啊 这些都是由电视画面作证的啊 不是我虚夸的 那么李克强明显的啊 这个只好委派刘元东啊 去这个躺地了呀 自己啊 躲在这后面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在那思想性格里 这个比较啊 弱油弱呀 这是一个 第二呢 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 的确是 2015年这个股灾啊 所谓金融政变之所以发生 和李克强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 像这个今天也处理了关于 吴小辉的情况啊 可能 的确有些 这个江派的官员 和这些 他们支持企业家 在 这个兴风作浪啊 在这个 把这个股市搞得一塌糊涂啊 这个 很多的股民呢 薛本欧威啊 成了小虾米啊 那么这个金融震荡 过去的时候应该反思 就是说 李克强在那个期间 还在大肆地啊 鼓吹什么 改革开放的红利啊 通过这个股市 股票不断地 这个 这个上升啊 这个翻跟头啊 得到充分的体现 还在那沾沾自喜啊 这个 充分说明他 这个 所谓李克强 经济学员 一败涂地啊 所以说 尽管李克强这个人啊 但他优点也很突出啊 这个就是一个学者性 那么他的太太 本身是个翻译家啊 翻译了很多 非常好的著作 那么行 李克强也在 这个国务院会议上 动不动啊 就引用这些 美国 加拿大一些作家的小说啊 来谈论事情 李克强的英文也不错啊 来到 这个加拿大和特鲁多两个人啊 还能直接对话 这个当然 也是李克强的 这个优点 比较有学问啊 同时李克强 这个自身 这个联系问题 目前看 这个 还没有明显的迹象 受到杨静的牵连 但是这次 公布杨静的股份问题 可能对李克强 是沉重的打击啊 可能要改变过去 这种 李克强 这个一尘不染 这个印象 可能要受到这个伤害啊 因为什么呢 杨静拿了这么多的钱 给没给李克强 如果 没有给李克强 那么李克强 可能担负着 用人视察这个责任啊 那么此外还有 这个习近平在辽宁啊 这个抓捕王民等等啊 查处辽宁的汇宣等等 看来这非常明显 这些反腐败都具有一定的 选择性和指向性啊 这方面的一些指控 这个切迟到很多辽宁的地方 一些问题 包括伊犁神的世界呢 啊等等 可能都说明了李克强 李克强 这还是有一些工作等等 还是有一些施政的缺失啊 等等吧 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啊 那么我估计 我认为啊 如果李克强在刘润 这个总理下去啊 也是一种摆当啊 成了一个跟班啊 给这个习近平 这个看习近平脸色 淋包 预期当一个跟班啊 这个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权力 高姿态的 赶快让给这个刘鹤啊 因为刘鹤现在已经是 这个咄咄逼人了 颇无忌待啊 那么刘鹤究竟行不行 我过去曾经做过一个分析啊 因为他也是一个学者 那么他的优势就是一个是习近平 对他来讲 这个非常吸引人啊 使用起来得习英手啊 过去就是在 小发学啊 这个邻居好朋友同学 那么现在又是 这个 很信任他这样一个经济学家 据说是也算写了著作啊 这个人水平很棒啊 这个又 在美国留学过 本身这个 英文也很好 我就想呢 这个 如果把这个权力让不大 可能说不定 刘鹤能干得不错 这个 但是刘鹤和李克强 又相同的地方 给我的感觉啊 从这个电视画面看 好像身体状况 也不是太好吧 这个可能是缺乏锻炼啊 脸色苍白 身体瘦弱 说话呢 这个有气无力 如果精力不充沛啊 担任总理啊 这肯定是 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啊 因为这个事情真是 这个 百忙啊 这个 非常繁杂 每天的事情很多啊 我们有好的身体 来顶着 就靠精神 这个恐怕不行 那么李克强 明显的啊 我听说 李克强这个本身 心脏啊 这个有些问题啊 就是力不从心啊 你看李克强这个眼圈经常发露露啊 这个就是证明 他是 这个身体有些 这个毛病啊 人呢 再有能力 但是你身体顶不住 这个东西 这是力不从心啊 所以说 预期啊 拿着这么一个空的 这个郭务院总理 这个头衔啊 占据这个位置 毛坑不拉死啊 这个 或者是排便不方便 还不如干脆 就把这个位置让给刘鹤 这个从国家这个发展 打击的出发啊 这个因为现在不得不承认啊 这个 中共这个权力格局 整个核心发生 整个的变化啊 这过去是 这个是几个派别 平分天下啊 互相制衡 现在完全是 这个西核心独大 这个独定风骚啊 要承认这个现实 短期内部会改变啊 因为习近平一方面 这个牢牢的抓住了 这个部队啊 你看张又霞 是他一个非常这个 宗旨的护兵啊 就部队肯定是挺习近平的 那么中国最主要的啊 是军队掌控在谁手里 当年邓小兵都退休了 没什么头衔 但是能掌握军队啊 那在六四当中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那么这是一个房地 另一个最主要 还是掌握了宗纪委 宗纪委过去是王岐山 这个完全听就习近平的啊 抓了四百多只 这个大老虎啊 这个海内外都是共认 反腐败力度是最大的 也得罪了一大批人啊 树敌也很多呀 这个对方的反弹也很强烈啊 这方面也不用讲 那么所以说 这两方面的势力 明显的啊 就是压着这个李克强 李克强要想 就是这个转败为胜啊 想转弱为强 这个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次 以这个阳静啊 这个 这个事情啊 软昭露 显示什么 习近平 这个玩这个全数玩的 是炉火存情啊 既有强势 也有弱势啊 既能该软 既也硬啊 就是该硬该软 都有两手啊 也就是说 给这个李克强面子 那么李克强有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 这个激势退啊 顺着这个课就下去啊 干脆就是做了其他的工作 这个也说不定啊 我个人认为啊 从中国这个目前 政治大局来讲啊 不如李克强就是干脆 索性 这个彻底的 就是让出国民总理的位置 在这个三中全会上啊 是就借三中全会上 提出辞职 然后公布 李克强 就辞去了 这个总理的职务啊 转任啊 任大委员 委员长啊 那么可能 双方对我面子啊 这个 一方面习近平 这个 把你这个 大秘啊 这个 高高聚气 轻轻放下 另一方面 李克强 一把手中这个 凌人啊 非常 掩热这个位置啊 让别人留和啊 这个 他们双方可能 也就是 握手掩合 达到了 这个中共权力核心的 一个 这个矛盾的 战时的一个平衡啊 不过从长远的意义来讲啊 矛盾总会有啊 那么 这种中央集权的这种体制啊 肯定将来 这个在内斗的方面 还有很多堪定 那个就是 留的以后啊 这个 再去分析 那么我这个 读报点击节目啊 我看最近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 点击量有所下践啊 主要是 呃 有些读者批评我 说你的观点 有点太亲共了啊 其实我不是亲共啊 我这个就是就事论事 对事不对人 我什么党 什么派也不是啊 这个力求 作为一个谜题的人 比较公正 也不去啊 不饿得这些 这个各个派系的眼球啊 所以说 这个还会验的过去这种道路啊 比较理性的 中立的 就客观的 极其的善意的 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那么 今天的多点评节目 刚好过了三十分钟啊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见